记忆不能喝醉 有不能跟我们一起醉 看着这个书穿越 回到我们的19岁 出道26年 动力火车依旧动力满满 只不过这首新歌激昂又高亢 居然让他们有些吃力 真的蛮难唱的 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 喜欢唱这样的歌 很好发泄 但两人可不服劳 他们下个月要美国洛杉矶开唱 4月要回小巨蛋继续唱 还连续唱两晚 歌迷开西也担心 毕竟游秋夕农历年 台刚确诊还高烧40度 确诊当中是喉咙很痛 但是没有咳嗽 是到了这个没有 就是阴性的时候 阴性之后就发现开始咳嗽 所以就会在台上会有点担心 就是会咳嗽 想放弃却不能担心放手 有你在梦中却苦痛恋我 诺言背叛过眼 道指背叛长远 痴情心头我却看不见 唱的歌首首经典 曲风充满男人味 不过他们自己最喜欢 还是1997年的出道曲 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 只爱的永远无畏 算是我们的第一波的主打歌 所以大家第一次认识我们 应该是这首歌曲 所以这首歌是印象最深刻的 《动力火车》是华语乐坛 走红时间最长的重唱组合 但铁打的嗓子也会疲乏 两位摇滚大叔这几年一度讨论 到底该唱到几岁 后来结论是 要一直唱到台下 没有歌迷粉丝为止 《动静新闻》综合报道